就是说阿玉废陀对于人际关系 有没有帮助 其实很有帮助 因为 当你可以观察到这个人 他是所谓的 哪一种功能性能量失衡 有可能是混合性的 那对他的个性会造成哪些的影响 如果你了解到他的心理状态是 或是混合型的 如果大家有不懂的话 我之后可以把他留言留下来 然后之后会再做文字的说明 OK 我们说很多人以为我们的心的状态 就只有 Tamasik Rajasik跟Satvik 可是其实是有混合型的 比方说Tamasik Rajas Rajasik Thomas 他所显示的细节跟他的性格会不太一样 他是变来变去的 当你能够了解他们这些 他的这些点之后 其实你就可以慢慢去做应变 比方说当你知道一个人 他是处于比方啦 Pita失衡的状态之下 导致于他是很容易 他对于他自己的脾气 比较没有办法容易控制 然后当他在高压之下 他就比较容易不耐烦的话 你就知道自己要如何去跟他应对 OK 你就会知道说他现在火很大 跟一个火很大的人在对话的时候 你就要多给他一些蜜糖 OK 然后你就要多给他 不是泼他冷水喔 而是你要让他用一些比较和缓的字句 让他安定下来 如果说你现在是在跟一个Vata 很失衡的人在讲话 他就像是一阵风一样 没有办法专注下来 那你可以抓着他的手 带着他一起呼吸 或是给他一个拥抱 让他的尖锐干燥性 可以慢慢慢慢慢慢的被舒缓 慢慢慢慢慢慢的被滋养 他可以安定下来之后 你才有办法跟他做对话 而不是硬碰硬 OK 所以其实 阿玉废头对每个人来说 当然是可以帮你 维持你自己的身心灵健康 当你维持了自己身心灵健康之后 你就有办法慢慢去看你身边的人 然后协助他们维持身心灵的健康